大家好 我是Mira 大家看不看到有些陽光打下來 話說我的窗戶是香藍 大概是8、9、10點 這些時候才會有陽光曬進來 我今天這麼早起床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沒有睡覺 昨天我真的睡得很差 睡眠質素是超級差 我睡醒醒醒醒醒 應該是沒有停過做夢 其中一個夢是 我和highlight的抖進結婚 我身邊有一位親愛的Celia 她的本命是抖進 我唱這件事跟她說 她就非常羡慕我 為什麼可以和九州人結婚 但這不是重點 我想表達的是 因為我昨天不斷發夢 所以我覺得很累 我就逼自己不斷睡多一點 所以昨天我應該睡了十幾個小時 直到我現在這一刻 9點多都還沒睡 我這陣子生理始終更加變本加厲 我早幾天是現在這個時候才睡覺 我覺得我自己最多可以接受到 就是天亮睡覺 但是天亮了 隔了幾個小時後才睡覺 這件事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過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一刻的精神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代表今晚應該早點睡 除非我中間睡了 所以這就是我拍片的原因 希望我提醒自己不要睡著覺 還有第二個方法令自己不要睡覺 就是我會化妝 因為我覺得發完妝之後 整個感覺就好像你已經準備好了 我覺得我的狀態是可以被人 沒那麼懶惰的 我覺得很多女生都會跟我有同感 因為話說 我在韓國也有特地出去做眼影 但是這幾個月我真的覺得 不太適合出門 所以我自己其實真的減少了很多出門的必要 很多盡量都會有東西做的時候 我才會出 或者我會同一天去做 但是至於做SPA做眼影 也不是真的那麼必要性 所以我這幾個月都沒有做 變相就要在家裏自己做眼影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產品就是這個 Bear by Forreal Sweden 沒錯 這一部分是一部分 它的設計超級可愛 好像一隻熊仔一樣 它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部眼影機 它又可以這樣開啟之後 它會釋放一些眉電流出來 再配合一些Skin Care 在臉上這樣去推 可以幫臉部肌肉變得更加結實 還有提拉的效果 這個Bear是需要搭配Forreal Sweden的App來使用的 操作一點都不難的 那我已經登錄了 然後就可以這樣開始 然後有一個Treatment 大家就會看到這裡的畫面 這裡可以調節強度 然後這裡就叫你塗Serum 那我現在也要先塗Serum 然後跟著它做就可以了 可以跟著App來使用不同的位置 因為它本身是有電流的 所以你這樣推臉的時候 你會感覺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這個是正常的 你是會感覺到有一點點 電流通過的感覺 但是一點都不刺激 因為它們有一個Anti-Shock的系統 所以它可以穩定電流 隔著危險 所以是不需要擔心 這樣看呢 都可以讓Skin Care更加容易吸收 它這個設計成紅 很符合臉部線條這個位置 我之前自己用的時候 都有特意推多一點點 這個面的線條 還有下巴這個位置 而且我覺得 臉部是沒有那麼水腫的 而且用了整個月都沒有充電 所以很耐用 這個東西 這個Bear大概用了一個月左右 未用之前 雙下巴這個位置會比較厲害 用了這個月 我覺得線條比較出來 是有變粒進去一點 還有大家記不記得之前 我也有介紹過它們的洗面機 是大概半年前的 然後我現在還是有用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試一下吧 好 轉眼後 我就化完妝回來了 好 現在呢 就要來夾一下頭 先 如果大家好像對我這個 最近的戀法 都挺有興趣 我只是跟大家說過 這個叫做MUIL GALMORI 但我沒有直接在影片裡做過 那現在呢 就做給大家看 但首先一定要把頭髮分開幾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MUIL GALMORI 說難不難 但是說容易也不容易 其實我都未完全掌握到它的技巧 但首先就是 要準備這個直髮夾 還有每次拿頭髮的分量都不能太多 然後就這樣 做一個弧度 再壓下去 不同方向這樣去壓 好 這樣就會變成這樣的軟度 那我自己因為首先這邊的頭髮 都在底 所以其實 做得沒那麼漂亮 沒那麼緊要 所以我會隨便 總之做這個頭 其實要是給很多的耐性 是不可以心急 然後一次過拿太多頭髮 然後呢 就到上面這一層了 那靠頭頂這個位 就要把 捲髮器是這樣 向外卷 然後捲 那因為這一層呢 從這裡開始 那我下一層呢 我就會下一點點的位置 就是我希望 可以跟 想特意跟前一條 有明顯的 分別 所以就會在這個位置 向外卷 好 但是其實我不是每次都會成功 我有時候都會失手 因為我通常用捲髮器 那我用捲髮器呢 超級快 我五分鐘就可以搞定 但是用這個直髮夾去夾的話 我會預約十分鐘以上給自己的 我會預約一下 頭頂也需要去夾一下 留下的部分 也稍微要捲一下 因為本身反映頭髮這樣 其實 留下可以再亂一點 沒什麼問題 那然後 旁邊這兩側 通常都是最後才捲的 你才可以看到整個頭 是怎樣的感覺 好了 那這個頭呢 就完成了 那一開始呢 你弄得軟一點 沒什麼所謂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太軟的話 你可以夾的時候 就回力度 大家就可以去調整一下 你們想要的 軟度 但是還是那句練習 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香味 我好想覺得我沒有辦法離開 蛇香 那話說我覺得自己最近幾不健康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我最近很多痰 我很容易口渴 我覺得拍vlog實在太好 可以仔細記著我吃那些什麼做那些什麼 然後我覺得我吃的東西呢 其實真的不是太健康 我發覺我吃了很多糖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看回這個瓶 大家應該記得 某個vlog裡面看過我把糖入瓶 而其他同事入的瓶呢 這個是鹽來的 我鹽不只吃了那麼多 雖然有可能我下了蠔油或者其他醬油等等的調味料 但我覺得這個糖實在吃得太誇張了 然後我發覺 其實我自己家裡煮一吃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本身吃得比較重口味的嗎 我就把那個是基準 做一吃的時候 我也是用那個標準來去調味 其實基本上我都吃得挺鹹不鹹 所以二、三吃 原來三個月 原來這三個月在家裡 我都吃得有點不太健康 然後今天的三餐呢 我也是比自己 算是清腸胃 我會吃比較清淡一點 還有我覺得吃起來會比較清爽的東西 首先第一樣 我每天都準備 很多人都不喜歡 上次大家都是反應極度激烈的 西芹 我想說我喜歡吃西芹 以前我是不喜歡的 但以前我也沒有說真的非常不喜歡 我也是會吃的 我是可以吃到西芹的人 但我覺得我近期直接是愛上了 口味這家東西是會變的 好像以前我超級喜歡吃榴槤 但現在我真的 不是我會吃的 但不會特別好 吃西芹其實真的有很多好處 可以平肝降壓 鎮靜安神 利了消腫 防癌抗癌 清熱解毒 激抗疾病 同時是減肥食品 聖酒保衛 我覺得我可以吃多一點 我知道很多減肥的朋友 可能會連續一個月兩個月 這樣喝西芹汁 但我沒有那麼激烈的 我只是想著今天試一下 從來沒試過喝西芹汁 我不知道出來的味道 我能否接受到 但因為西芹好像是比較涼的菜 所以我另外也準備了一些薑 想著一起打汁去喝 西芹葉的部分是更加有營養 所以可以多吃西芹 真的超香 一點點 我忽然覺得 就這樣炸汁應該喝不下去 我要加點東西 先試一下 不難喝 但可以更好吃 大家看我上次買到蘋果 到現在都沒吃完 我吃三芹的速度真的很慢 好喝很多 乾杯 雖然我喜歡吃西芹 但是西芹汁不惹少 我現在加了兩個奇異果和一個蘋果 和西芹的份量應該是一比一的 雖然就這樣喝西芹汁的話 這件事多麼好 我發售我以後再不喝西芹汁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 在之前某個vlog有說過 我覺得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 幫到其他人是一件很開心很幸福的事 其實之前我也有捐錢 但不是定期這樣做 但現在開始想把這件事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把它變成一個生活習慣 因為其實都是那句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當中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力量 真的可以幫到很多有需要給幫助的人 所以現在就要來開始密識一下究竟 哪些公益團體是比較跟我的理念相似 現在我的想法是想著每幾個月 就會轉一次不同的慈善機構 希望可以幫助到每一個不同的單位 需要給幫助的朋友 我之後會接觸的慈善團體 不單止會在香港 台灣、馬來西亞、韓國 我都打算去嘗試一下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慈善團體的理念 跟我一樣的話 我就會以不容辭地幫忙 所以大家有沒有捐錢給哪一個特定的團體呢? 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聽 我覺得這個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香港的中華白海豚因為降中澳大橋輕建的衝擊 令到他們的數字大幅下降 因為比起慈善大機構 其實我本身也是想找小機構 大機構的話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但小機構的話 就未必會有這麼多人支持 所以我現在要捐錢給海豚 現在要來吃午餐 我想說剛才那個西間汁間 真的令我很想反胃 我本身想要早餐 可能會吃到多少 或者是其他東西 但我想喝到快要反胃 所以我決定我的午餐要來吃 比較好吃 應該會做一個韓式的午餐 首先就是做韓國的半菜 之前做雜菜的時候 有一點用剩的木耳和菠菜 在這個狀態其實超級簡單 加少許調味料 就已經成為韓國的本菜 辣椒醬 之前在法國買回來的醋 酸酸甜甜的 真的不少得的 在韓國的所有的菜裡面 我來韓國之後呢 喜歡吃生食蘿蔔 這個醋雞 因為大醬其實很多種 然後我特意選這隻貝殼魚仔 它那個海鮮味是會比較重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為什麼我喝完西芹汁之後 還可以吃西芹 因為西芹汁真的好吃很多 比剛才的西芹汁一千倍 這個可能也是很多人不喜歡吃的紫蘇葉 我真的很喜歡吃這些充滿香味的菜 然後最重點就是這個飛魚子 是一定要有 我覺得每次吃韓國的菜 都覺得自己好像皇帝一樣 但其實最後辛苦自己洗碗 之前有很多朋友問 這個飯是怎樣做的 其實超級簡單 但其實本身還要加沙律醬 但不要緊 反正今天我也想吃得比較 不要太重 飛魚子我會加超多 這隻因為調味的紫菜 所以我這樣放就行了 如果是沒有調味的紫菜 就需要加一點鹽 因為其實這個飯的名字 韓文是叫做 即是飯糰 所以 它是需要被捏成一個個球 但我自己不太喜歡捏成飯糰 這樣吃 所以我通常就這樣 混合起來就會吃 嗯 但沒有沙律醬 馬上感覺很健康 但味道是差不多 只是沒有了沙律醬 那種很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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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這隻飛魚子它本身是帶點甜味 但蟹子好像是不會帶甜味 所以如果大家放蟹子的時候 可以加一點點糖去調味 不過這個飯會出現什麼地方呢 譬如你吃很辣的雞腳 通常是吃些很重味很濃味很辣的東西才會出現 因為這個飯本身是用來解辣的 所以為什麼要加沙律醬 沙律醬那個油呢 是可以令其他食物那麼辣的 通常你吃很辣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飯 當然每間餐廳的做法有一點點不同 但都是大同小異 還有大家可以試試點大醬吃的話 是可以令到菜的甜味爆增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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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植物呢 其實是要定期幫它抹抹些葉的 我連植物都不是養得很好 寵物的話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本事可以養得怎樣 因為如果養寵物養狗的話 它的世界是只有我 但是我的世界不是只有它嘛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人 它是話畢都有十幾年的生命 我這間家真的很大層 可能因為我做得高的關係 之前我做宏大的時候我做三樓 然後沒什麼層 我選過我可以一個星期抹地一次 都不會覺得躲地很骯髒 但是這間屋的話 基本上我隔天就要吸塵 抹地 不然我就會覺得躲地很多一粒一粒的東西 因為我在韓國呢 我是不穿鞋的 但我覺得在家裡不穿鞋的 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你是赤腳走路 所以如果躲地是骯髒了 你可以即時就感覺到 現在來 剪個片 那最近的片 應該說這幾個月的片 其實基本上都是我剪了初剪年之後 才給我的剪接師去加字幕 還有一些效果 因為我覺得始終我的想法 是不可能有另外一個人 是完全跟我一模一樣的 如果想在片段 更加表達我自己內心的想法 基本上可以做這件事的人 是只有我自己的 所以現在我還是比較喜歡自己剪了first cut 時間上真的又變回緊迫 因為上一年我大部分的片 都是我剪接師幫我剪 我會多了一個空間 去想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對比起來 今年的話 我覺得 時間上是真的緊迫一點 但是因為同時 最近我還是出Vlog比較多 因為肺炎的關係 其實有很多想好的題材 是完全沒有辦法可以進行 沒有辦法可以拍攝 希望等疫情有好轉之後 就可以慢慢拍一些比較題材性的片 給大家看 而最近因為都是拍日常Vlog比較多 其實我反而是更加喜歡自己去剪這個動作 因為這些日常Vlog更加好像日記 每天記錄我的生活 所以我自己剪的時候 我也覺得特別有趣味 我最近是挺喜歡剪片 是不是 所以現在呢? 我又要投入我的剪片工作 我今天的目標是12點 希望可以 我喜歡 我喜歡 12點 1點 很晚 我覺得今天身心都非常健康 我一定都得到很大的滿足感 好 現在就要洛裝睡覺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vlog 我們下條日常影片再見囉 Bye 玩